注意看,这是一碗麻辣烫 这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麻辣烫除了吃以外 还可以用来阐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今天我们就请亚里士多德去改善伙食 一进门他就拿着盆开始挑选食材 被他装进盆里的食材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甜不辣或者鱼豆腐 但在他看来 这些食材就是构成一碗麻辣烫的纸料银 麻辣烫中的一切佐料、食材 包括科技很活都属于纸料银 他也坚定地相信任何一个事物 都是由纸料银所构成的 到这里为止 亚里士多德手中的麻辣烫还不是麻辣烫 起码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麻辣烫 因为除了必备的纸料银之外 我们想让他吃上一口热乎的 还需要动力银的帮助 现在老板娘已经把盆交给后厨了 负责加工制作麻辣烫的厨师 包括整个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厨具 造具、煤气 甚至是整个城市的供水与供电系统 一切推动这碗麻辣烫走上我们餐桌的因素 都是构成这碗麻辣烫的动力银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动力银就是这碗麻辣烫的积极作用者 通过动力银 麻辣烫才得以产生 如果没有动力银 这碗麻辣烫也就无法成立了 紧接着 我的麻辣烫和亚里士多德的麻辣烫都被端上餐桌 但这两碗麻辣烫显然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我喜欢加麻酱 不喜欢吃辣 亚里士多德不喜欢吃麻酱 喜欢吃辣 我们对麻辣烫的味道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想象和预期 这种在脑海中 对麻辣烫的概念设计 就是麻辣烫的形式因 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上 就是加辣和不加辣 加麻酱和不加麻酱 或者是更多风味的麻辣烫 好了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 我们也完成了 帮亚里士多德改善伙食的小目标 至此 构成麻辣烫的最后一个原因产生了 它就是目的因 对我们来说 目的就是填饱肚子 对餐馆而言 目的就是满足时刻的需求 以赚取报酬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 指料因 动力因 形式因 还有目的因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行而上学中的四因水 我们当然可以用它来解构一碗 行而上的麻辣烫 但也可以由此而始 见微之助 通过微小的现象 看到事物的本质原因 随着亚里士多德的思绪 进入他的行而上学体系 重新追问这个世界的终极 与真相 在行而上学的阿尔帕卷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前辈哲学家的总结和批判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 他与老师柏拉图所主张的理念论截然不同 比起理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现实世界 在他的行而上学之中 不仅要说明实体是什么 更要说明实体如何成为实体 一切哲学与科学的探索 在他看来都需要从现实入手 理性事物本身的原因 关注我 带你通俗看哲学 下一期我们来讲讲 亚里士多德的潜能 现实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